三首線不是一個計畫的經費 它是很多計畫的經費的總和 所以我們看現在在做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看下面這個微笑線 就下環線現在是已經在做了 經費在前瞻裡面也有 可是其實這個林佳龍他用了一個trick 他用了一個呼嚨選民的方法 他讓大家以為整個三首線前瞻已經下來 其實這個上環線是一個獨立的計畫 他現在到什麼程度 他根本經費都還沒有核准 他現在還在選路線 根本沒有錢 我們來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第32頁這個地方 大家看一個字一個字的念 他上面寫什麼 就是說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條 台中鐵路山海線計畫第一階段 大甲到追風大慶到烏日 大家看這個地方都是在台中的南邊 根本沒有北邊的上環線 上環線在哪裡呢 它叫做第二階段彩虹線系統形式 選擇評估 什麼意思呢 就是根本還沒做 如果我只有一個選擇評估計畫 這個經費只有多少 只有幾百萬而已啊 你要蓋這個是幾百億的事情 為什麼只有幾百萬呢 因為我根本沒有實際的計畫 所以這份經費 如果沒有中央的承諾 它根本就蓋不起來 就是為什麼盧秀燕市長 非常需要中央的承諾 因為你沒有承諾 這根本就是一個空投支票 這是林佳龍開的一個假的空投支票 需要中央實際的承諾來兌現 不然我們就只有微笑線 沒有上環線 三手線根本是假的 是一個一半的禿頭啊 所以蔡英文總統知道 他承諾的是上面的彩虹線嗎 他應該不知道 但是他現在已經開口說要給預算 要給到足 那他就給到足 至少在2020年之前 他還是總統